真惨 给我看一下 你干嘛 对不起 我看一下 别乱按 按坏了要赔的 你干嘛 到站自然就停了 你干嘛 董事长 您找我什么事 梁经理 你现在马上出去 帮我办一件事 高队 换造型了 很帅嘛 借我带的 给我带回去 高队 你这是 没见过啊 看 不好看啊 帅不帅 怎么了 不用开会了 开会啊 高队 我们临走的时候 有一个叫杨丁的员工 本来想来提供线索 我估计他是知道什么内情 但是他突然改口了 他为什么会改口 他看到了一个人 我估计是刘玉玲的亲信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肯定要继续找他呀 喂 喂 说话 喂 谁的手机 案发现场带回来的 谢宁的手机 这个电话找谢宁的 应该是 关机了 不对 接电话的不是谢宁 按道理来说 他会问你是谁 结果他什么都不说 打通了就挂 他关机 这个人有问题 您好 您好 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我们是警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是这样 想请你帮我们 查一查这个号码的机组资料 好的 您好 已经查到了 这个手机号码登记的是预付费卡 当时办理的时候不需要用户的身份证 所以我们这边查不到真实的用户资料 那 可以查到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吗 可以的 那麻烦你帮我们打印一份 这个号码最近一个礼拜的通话记录好吗 好的 请稍等 谢谢 查不到记住 如果以后他这个号码都不用了 那可怎么办 有通话记录就行了 通话记录有什么用 还不是找不到本人 这很简单 我有办法 来 来 找出一个出现次数不多也不少的号码给我 哦 这个吧 喂 喂 喂 你好 是这样 我捡到了一个手机 但是我联系不上机主本人 我是从通话记录里边找到您的电话 所以给您打过来了 哦 是这样啊 他什么时间给我打的电话 呃 呃 他是 我看一眼啊 他是昨天下午三点 还有前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都给您打过电话 你让我想想啊 哎 你捡的手机是不是白色 对不起 我是个 我是个色盲 哎呀 残疾人还有这种实际妩媚的精神 真是值得人学习啊 你捡的手机可能是卉卉的 因为前天下午就她打电话给我的 卉卉 她全名叫什么呀 您是她什么人 张慧 呃 我是她父亲 哦 那我应该怎么可以联系得上她 这样吧 我把她的住址用短信 先给你发过去 那好 谢谢你 哈哈 哈哈 笑什么 高队 我实在太佩服你了 编个瞎话 离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天生的色盲 居然说得那么淡定 亏你想得出来 我那是必须要这么说 他问我手机是不是白色的 我必须得那么说 万一他是炸我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出现次数不多 也不少的号码来打呢 那就更简单了 你好好想想 如果选择一个出现次数多的号码 这只能说明这个人和机主有密切联系 很有可能 知道他的电话根本没丢 如果选择一个出现次数少的 都很有可能是推销保险的 问了也白问 知道吗 嗯 地址来了 走 守住带住 你好 爸 你们好 你们找谁呢 请问杨斌在吗 杨斌 他辞职了 辞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早上嘛 他刚才还在这收拾他的东西的 你们哪个时候没有碰到他吗 走 我们不能追 你往那边 是 杨斌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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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同志 我是警察 我正在办案 那辆车上有我要找的人 赶紧上车 我带你去 谢谢 你 警察办案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没见着有个女交警把我给送回来 对了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找到杨斌了 找是找得到了 但还是让他跑吧 我觉得这杨斌辞职就是不正常 要么是被威逼了 要么就是被利用了 我看也是 走 咱们找到同事问问去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你们有没有追到杨斌啊 没有 你们 你们是警察吧 对 喂 你知不知道杨斌为什么要辞职 其实我觉得吧 他不像是辞职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鼻气脸肿的 一看就知道是和别人打了架的 后来我们怎么问他 他什么都不肯说 再后来了 刘董就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 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吧 他从那边回来的时候 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刘董 这是刘玉琳是吗 是啊 你有没有杨斌的手机号码 有 那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 就说他有东西拉在办公室了 约他出来见面 但是不要说警察找他 他关机了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们办公室的人事科 应该有他的详细地址 在那个位置 应该可以找到他住的地方吧 那好 谢谢啊 两位好像刚刚在哪儿见过 你们是 我们是公安局的 需要来看一下你们公司 一个叫杨斌的员工的资料 杨斌是吧 资料倒是有 不过就送我给你们 你们好像也看不了了 资料在哪儿呢 给我看一下 你把他粉碎了 刚刚 你是故意的是吗 警察同事 你可不要乱说话啊 什么叫故意的呀 陈警官 梁警官 怎么回事啊 他们俩要杨斌的资料 不过刚被我给销毁了 是这样啊 听你们 您有所不知 本公司啊 有个规定 对于离职员工 我们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儿 把他们的个人资料销毁 常言说 买卖不成 仁义在吗 我们这样做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 杨斌呢今天走得急 资料到现在才销毁 已经是迟了 二位找杨斌有什么事吗 你们知不知道 这样做是不符合人事管理规定的 你知道他的主持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样吧 我随后帮你问一下谁知道他住哪 陈警官 你要是来之前早点打个招呼就好 你看看现在这事弄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都知道刘先生是个大忙人 请问杨斌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说他最近有点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想休息一段时间 杨斌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的 说实话 杨斌啊还真是个IT人才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请问这位是 我儿子刘盛 在公司我给他挂了一个总裁助理的头衔 主要是让年轻人锻炼锻炼 原来是公子 行 今天我们就不打扰了 那好 改日再续 送到二位 不必麻烦 再见 那两位慢走 有猫腻 百分之百的有猫腻 刘玉玲把杨斌叫去谈话 完了儿子刘盛就把资料给销毁了 这不明摆着不让咱找到吗 但这倒是证明了 杨斌手上确实掌握了刘玉玲 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很有可能跟谢娘的案子有关 对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 尽快找到杨斌 嗯 你说说你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啊 昨天 你是不是把杨斌给打了 爸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一开始真没想打他 那你到底打了没有 打了没有啊 动梁下手 把人打了也就算了 啊 可你明明知道 警察今天都来了 你还去销毁他的个人资料 啊 这叫什么行为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这不是怕他们给您找麻烦吗 我的麻烦都是你给找的 我跟你说 今天那两个警察已经起疑心了 你看出来没有 你现在越是藏着掖着 他们越是非把杨斌找到不可 行了 儿子 我知道你这么做 也是为了爸好 以后 这事咱就不提了 让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咱们过几天啊 出国 我已经让梁经理去给你们办签证了 出国 干什么去啊 你不是一直想出国去玩吗 别问那么多 跟着爸走就是了 周如燕也去 儿子 你别整天周如燕周如燕的 你不叫妈可以总得叫上阿姨吧 她也去 咱们全家 一块儿去 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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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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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调查一个案子 需要你协助配合 进来吧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 有什么问题你们就问吧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给谢宁的手机 打过一个电话 对 你跟谢宁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以前是同事 以前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跳槽去玉林商贸之前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当时我们就比较谈得来 所以他走了之后 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 那你今天找他什么事 我今天看见报纸上 才知道谢宁他出事 我给他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早上 把电话打过来 不说话就给挂断了 因为我不能确定 谢宁的电话 落在什么人手里 我不想惹麻烦 不管是警察 还是其他什么人 不过想不到 你们还是这么快地 就找到了我 电话是我接的 其实你不应该有什么顾虑 作为知情者 如果能够主动提供线索 对我们的侦破 是有很大帮助的 警察同志 谢宁他 真的是被人 被人杀了 就在八月十四号夜里 准确说 是八月十四号凌晨 凌晨 可是八月十四号凌晨 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他还给你打过电话 嗯 十几点 你看 这是县林家的座机号码 凌晨五点 他 都跟你说了什么 当时 我正在睡觉 喂 什么 你说什么呀 早晨 起来以后 我查了来电记录 才知道 电话是谢宁打的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我以为他会再联系我的 那他到底在电话里 都跟你说了什么呢 其实 我今天也一直在想 他跟我说的是什么 可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 可能 根本就没听进脑子里 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那你怎么就确定 给你打电话的一定就是谢宁呢 谢宁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 而且电话号码也是他家的嘛 既然你能听得出谢宁的声音 怎么会一句话都记不起来呢 当时 谢宁只说了一句话 好像是我知道什么的 等我再问的时候 电话就断了 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我知道 谢宁以前经常在夜里给你打电话吗 以前从来没有 自从他去了玉林山茅 我们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了 他是什么时候跳槽的 其实 谢宁是通过我认识刘玉林的 而且 他那天的表现 非常奇怪 你好 今天白总也来了 对 他儿子也刚从美国回来 待会儿我接和你们认识 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啊 多交流这些 刘总您好 这边请 霍霍啊 怎么了 刚过去那两个人是谁呀 哦 那就是玉林山茅的刘总 旁边那个是他儿子 不是 这位是张总 这位是我儿子刘尚 以后还请你逗逗馆长 他就是刘玉林 是啊 怎么了 没事儿 卉卉 你能帮我个忙吗 看你说的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帮不帮的 你说吧 什么事儿 我想和刘总认识一下 好吧好吧 那你跟我过来吧 那你跟我过来吧 刘总 对我们安排的接待 基本还满意嘛 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你可要指出来啊 哪里哪里 我非常满意 张晓杰 辛苦了 不客气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同事 谢宁 公司里啊 就我们俩处得最好 看来贵公司 我们还真是盛产美女啊 谢小姐 幸会 刘总好 就要您大名 想不到您居然这么年轻 谢小姐还真会开玩笑啊 我还年轻啊 我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说的是真的 对了 刘总 这个是我的名片 好 刘总 刘总 您不回奏我一张吗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啊 忘了带名片了 下次补上 实在抱歉 那方便 留一个电话给我嘛 我的电话号码 就在名片上 您跟我想一事就行 好 在那之后不久 谢宁 就辞职去了玉林商贸 我 而且 立刻就当上刘玉林的秘书 你说她表现奇怪 是因为她主动接近刘玉林吗 她一向是一个很老实的姑娘 更不像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她 对一个陌生人 这么热情 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来了 快进来 好 他们是谁啊 爸 我来介绍一下 叔叔 我就是捡手机那个人 不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她不是有色盲吗 给谢宁打电话的人叫张慧 她是谢宁去玉林商贸之前的同事 今天我跟小静已经找她谈过了 有什么重要收获吗 根据张慧说 八月十四号的凌晨 五点 谢宁曾用家里的坐骑 给张慧打过一个电话 那就是说凌晨五点的时候 谢宁还活着 没错 而这个时间正好是许学文 去敲姚雪飞房门的时间 所以说许学文的杀人嫌疑 现在已经可以彻底排除了 而谢宁的死亡时间 也可以精确到 八月十四号的凌晨五点 到六点 那张慧在电话里 到底听到了什么呢 由于她当时正在睡觉 只记得谢宁跟她说了一句话 开头是 我 知道 这三个字 剩下的她都记不住了 我知道 这么说 谢宁是刚获知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记得许学文也说过 她最后一次见到谢宁的时候 谢宁也说 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 我估计跟张慧说的是同一件事 我们这边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你们找到杨斌了没有 没有 杨斌已经离开了玉林商吗 而且她的个人资料全部都被销毁 而且杨斌曾经被人打过 某些迹象表明这一切都是刘玉林夫子策划 刘玉林 她到底想隐瞒什么呢 如果说张慧一直都回忆不起来 她和谢宁的通话内容 那张慧这条线索等于是断了 现在杨斌是个最重要的突破口 怎么 没找到她的住址吗 没有 杨斌离开公司的时候 坐的是七十六路公交车 她在玉林商贸的后驿站下了车 但那只是为了夺我 我想那不是她的最终目的地 那下面就要靠小静了 小静 你去把七十六路公交车 所有车站附近的户籍资料全都调出来 排查杨斌的住所 是 姚助理 李高 我有点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为了把整个古墓地宫清理出来 我拟定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 单刀植入 以地宫为中心 进行扩散式的挖掘 这样耗时短 费用也相对低一点 但由于我们对整个古墓地宫的结构 不是很清楚 所以可能会造成部分区域的损坏 那第二套呢 反过来 分四个方向 从四周向中心推进 这样有利于迅速摸清整个地宫的轮廓 一边进行挖掘 一边进行必要的保护措施 耗时呢 相对长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其造价是第一套方案的三倍以上 好的 我了解了 事关重大 我不能下决定 这样吧 我先找徐老师商量一下 再给你答复 你们尽快决定 明天就要动工了 好的 谢谢 徐老师 你干什么呢 这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不遍 你干什么 我想不见 我这些啊 你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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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个奇迹了 也许是谢宁在天上保佑他吧 他怕我一个天太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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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一定有事吧 说吧 工程师告诉我 他拟定了两套方案 其中的一套耗时短造价低 但是有危险系数 另外的一套耗时长造价高 但小队安全 他让我们尽快做决定 明天就要开工了 都已经开始清理地下墓室了 看来 我有很长时间没去工地了 其实也没几天 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大家都能理解的 这几天都是你一个人盯着 算是吧 谢妃辛苦你了 没事 现在进展挺顺利的 你可以再休息几天 有重要的事情 我找你商量就是了 刚才你也看到了 连一朵小花 都能适应恶劣地怀你生存下去 何况是人呢 人总要面对现实的 好 这样吧 待会儿呢 我去跟工程师谈 倒是你 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我 对 今天晚上放你的假 去给高队长打个电话 两个人好好地吃顿饭 顺老师 这不用了吧 听我的 就算 为谢您的事 向高祥表示感谢 好 喂 雪妃 有没有谢去请我吃顿饭呀 当然有啊 你在哪儿啊 马俊山啊 你是说 我从马俊山把你接回富宏吃饭 然后再送你回去 之后我再回富宏 那干脆我就直接上班算了 你到底来不来呀 来 来 当然要来 走吧 你怎么今天突然开始想我了呢 谁想你呢 这是许老师布置的学生任务 凭什么呀 咱俩见面还得让许老师来安排 他是托我向你表示感谢 嗯 他最近怎么样了 嗯 好多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你也 替我给他带去一个好消息吧 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 对许老师的嫌疑了 哎 那你们抓到真的凶手了吗 应该还得一段时间吧 我真是想不明白 怎么会是谢宁姐呢 他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爸怎么样 心情好吗 不好意思问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问 我还打算当面去给他道歉呢 你以为道个歉就完了 那你的意思呢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你 还不好好表现 我那天是要紧急地抓朋友 三名吃枪歹徒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你说 高翔 以后这么危险的任务 你能不能不参加呀 不能 我就是干这个的 而且那个歹徒 我必须要亲手抓他 为什么 三年前 三年前 陈军就是被他开枪打死的 你能不能 都结束了 你的眼眶 是不是上次抓人的时候受不伤啊 你不问我 我都忘了说了 那个 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个同事 特别狂妄 号称是什么省厅的搏击冠军 每天叫嚣着非得跟人较量 你说我能容忍这种人存在吗 结果呢 他到现在都还没出院 你呀 你就吹吧你 反正吹就又不用交税 真的 高翔 我有时候 想到你天天要命令的工作这么危险 我真的很担心 我明白 我知道我 一直都挺让你操心的 但其实我觉得咱俩最大的共同点和优点 就在于我们都在坚持做我们热爱的工作 这是一种幸福 你不觉得吗 但是我爸妈不这么想的 他们总是认为他们替我选择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你父母有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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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他们是为你好的 想那么多也没用 传道桥头自然之 但愿吧 赶紧回家吧 我还请你爸一个道歉 你óp Sea 你快走 快点呗 那再快点呗 这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这不是高翔队长吗 叔叔好 阿姨好 爸妈 高翔是专门来道歉的 对 叔叔 上回的事 没能帮上您的忙 我心里挺不好意思的 特地来跟您说个对不起 希望您跟阿姨可以理解 上次高翔是因为 刚执行完紧急任务 身心疲惫 人也比较累 所以就 好了好了 过去的事啊 就让它过去 不提了啊 高翔 说实话 这一开始嘛 我们就不同意 你和雪飞来往 主要是因为 你是当警察的 老有这个紧急任务 有时候确实是 那我问你 你能不能保证 雪飞需要你的时候 在她为你生孩子的时候 在她生病的时候 在她需要你陪着她的时候 你放下你那紧急任务 陪在她身边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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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能还是不能 我不能保证 你看啊 既然她不能保证 那我们 为什么要把雪飞托付给你呢 是啊 你的工作又那么危险 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雪飞可怎么办呢 阿姨 您跟叔叔说的都对 我的工作性质确实很危险 但是 在我的心里 雪飞 她是我最重要的人 哎呀 好啦 高翔啊 你也别说了 其实我明白 你心里啊 最重要的 还是工作 不是雪飞 那既然这样 你啊 就和你的工作谈恋爱吧 那你回吧 不送了啊 叔叔阿姨再见 爸 你也太过分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别人留 我刚才啊 问他那些问题啊 这可都是 站在你的角度 你怎么不知好歹呢 您再说 他这 什么保证都不给你 他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不需要你站在我的角度 高翔对工作是什么态度 我很清楚 我找一个整天混吃混喝 不好好工作的 你们就满意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整天在外边 刨坑上挖坟的 你回来就是跟爸妈吵架的呀 我也不想和你们吵架呀 行了 雪飞啊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们都是为你好 我问你啊 那个许学文是不是死了老婆 人家都说 他这就是挖木的报应 这自古以来 庞人祖坟是缺大德的事啊 你不知道 我跟你爸看了报纸以后 这心里多担心啊 哎呦妈 你们那都是封建迷信 什么封建迷信呢 那你说 那墙上字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十八年前十八年后的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就给你了 你怎么回事了 你怎么回事了 你怎么回事